看得到天空吗 还记得我吗 我送你回家 你锁定目标 先尽快采取行动 什么要求 没事吧 你来干什么 嗯 我听说过 嗯 开始吧 我很开心 我就知道你会喜欢的 是不是很不可思议 有危险的时候 我回来了 听好了 我不会再接你第二次 不待我熟悉一下录制环境吗 嗯 有吗 两年 结果 不出所料 回答问题 这下不困了吗 嗯 真巧 果然已经开始觉醒 为什么提这个要求 发什么愣呢 不如 到我办公室聊聊 我参加 看到了吗 保持这个方向 看天空 那我们是一样的了 是关于投资的事情吗 第一调 还会让你们来拍摄 你们怎么会想到 请许莫当嘉宾 要走了吗 下午两点公司内部开会 做好准备 所以你才放我鸽子呢 方青松 我看了台本 这期节目很棒 有什么事情 随时联系我 十分钟后 把这个月的投资分析 送到我的办公室 原来是这样 怎么 在和谁打电话 笑得这么开心 为什么提这个要求 这给你 下次见面的时候 叫我许莫吧 让我后悔 早点休息 去调查啊 哦 好 我马上过来 做不到的话 就回去吧 那你呢 你是从哪里听说的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 太好了 手里拿的是布丁 谢谢你信任我 把这样的经历分享给我 到了 下车 好的 我记住了 那我先去了 我就知道你会喜欢的 比我还重要吗 有这么害怕吗 这个笨蛋 什么都不反驳就走了 你住在这里 本来 不想告诉你 一个有趣的小实验 今天 终于成功了 不管时间的概率多小 会议